OK我们进行我们的示范26 那示范26还是一个漏光的一个效果啦 那我们前面使用过曲线工具 我们使用过图层模式 我们使用过左方的 左边工具箱叫出来的建成工具 那从这个图层下方 图层的浮动视窗下方呢 也可以叫出一个 图层的这个 这个浮动视窗下方调整图层钮啦 也可以叫出一个建成的调整图层 那这个从图层浮动视窗下方叫出的 建成调整图层呢 可以允许我们在修图的步骤中 随时回过头来去修改 这个调整图层的参数 那我们就先把原始图片载入吧 OK那一样是跟好朋友类似跟戒的这张照片 来做我们的课堂示范 那我就点选图层 图层浮动视窗下方的调整图层钮 然后开启一个建成的调整图层 那这个建成调整图层 叫出来的这个浮动面板 基本跟工具箱里叫出来的建成工具 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要改变它建成的颜色 就是点选 然后这边有一个色调嘛 那这个色调呢 可以从下方来调整它的颜色 还有这个颜色 它的浓度与否 那我就开一个 黑色的 代表不透明度是百分之百的 颜料罐 那中间这个是透明的颜料罐嘛 我就把它拉除 我希望这个色霸上所有的颜色 都是饱和的颜色 那下方最左方呢 我先把它选择成黑色 为什么要选择成黑色呢 因为等一下我会把涂层火轮模式改变成绿色啦 那绿色调整 绿色涂层火轮模式上黑色是看不到的 那就可以做出一个漏光的效果 是从有颜色建成到没有颜色 那中间呢 我把它选择一个红色的漏光的效果 那另外一端呢 我希望它是带一点黄色的 所以一样给它一个参数 255 186 0 OK 确定 那下方这边有一些参数可以调整 那我想先把涂层火轮模式改变成绿色之后呢 再来调整下方的这些参数会比较符合我的直觉啦 所以按下确定 然后把涂层混合模式改变成绿色 然后再调出这个色调的 直接去拖拉你的漸层然后再来改变它的收放的程度跟角度 那反转的话是把漸层 颜色去把它反转过来 那我可能觉得由上而下会比较合适一点点 OK按下确定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还可以针对我们的涂层褶色片 做一些 更改 那这个 浑色的效果呢也会完全的不一样 好那我首先用 黑色嘛在这个涂层褶色片上 涂黑色的地方呢露光的效果就不会显现出来了就会被盖掉了 那我们先前还使用过 介绍过这个手指工具啦你也可以用 手指工具来拖拉一下 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再切换成笔刷工具然后用黑色 用白色好了我希望它的 边线这边露光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就用 白色我去把它涂一下 OK那这就完成了我这个 简单的一个露光的效果 我没有修改前是这个情况 那露光后是这个情况 但可能需要解释一下这个绿色的涂层褶模式 虽然先前有介绍过但我相信同学没有办法 一次就理解这个 涂层褶模式所 背后所代表的那个运算 那每遇到一次这个涂层褶模式 就介绍一次 希望修完这样课最终的每个同学都可以 把我们使用到的涂层褶模式 背后所代表的意义都 完全理解了 OK我们有提过这个涂层褶模式中 第三个block是属于变量的 所以只要我们希望我们涂层混合之后 它的色彩是 提亮的话 那我们就要选择这个block的 涂层褶模式选项 那根据 你想要提亮的效果 可以选择不同的 这个block不同里面的选项 那这个绿色呢 它背后所代表的运算方程式 是这个情况 那这个A跟B的数值 A是上方涂层的RGB数值 B是下方涂层的RGB数值 然后把它转换成 E境位 那刚才有提过用绿色这个涂层混合模式 黑色都会消失 那我们实际 把这个 算是拉进来 然后 运算过一次 各位同学可能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 这个涂层上 只要是黑色 就会消失 先示范一次黑色消失好了 如果 这个调整涂层我先关掉 我先开一个空白涂层 那用黑色 去把涂抹上去 好这边有涂了一个黑色 再涂一个白色 涂一个灰色跟一个白色好了 那当我把涂层混合模式呢改变成 绿色的时候 白色跟灰色会变亮 那黑色会完全消失 我把它选择成绿色 黑色却 确实是消失 白色跟灰色 是 提亮了 那这个 绿色的相对就是色彩增值 所以我们先把它回复成正常 如果我把它选择色彩增值的话 反而是 黑色跟灰色会变暗 但白色会消失 我把它选择 选择色彩增值 OK 所以你就知道要提亮跟提暗 它是分成两个block 那这个绿色呢 这个涂层就会让 这个涂层上方所有的黑色消失 所以我们在 刚才制作这个调整涂层的时候 叠了一个黑色 就希望我们的露光是可以从 有颜色 建成到 没有颜色 所以先叠了一个黑色 那我们用运算式来理解一下这个 黑色消失的道理好了 RGB RGB 上方涂层是A 下方涂层是V 那假设上方涂层 叠了一个黑色 黑色的RGB 数值是多少呢 就是0 0 0 那下方随性叠一个颜色 255 128 64 好了 这样可能会太复杂 把它通通做成255好了 那先把这个255进位转换成1进位嘛 那转换成1进位呢 0还是0 255是1 那我们套入 左上方的这个运算方程式 1-1-A a 乘以1-b 会等于1减掉 a是0嘛 乘以 b是1嘛 所以会变成 1减掉 1乘以0 那1乘以0呢 就会变成0嘛 所以 1-0还是1 所以 只要上方的涂层是 000 黑色的状况下 上方 不管是什么数字 都会还原他 还原成他原本的 数字 那如果是 其他颜色呢 举个例子 如果上方的涂层 把它 叠128 128 128 下方的涂层呢 给他叠 32 32 32 上方是中间灰 下方是比较深的 几乎上可以说是 铁灰色的吧 那我们就 嗯 下方的这个图层 数值是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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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好我们把它设定一下 32 32 32 这个是 b 图层 那上方a图层相同的位置 我们把它填上128128128 中间灰色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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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有 部分不重点 好现在上方数值是128128128 下方数值是323232 我把旁边给他先插掉好了 那我们套路运算事前呢 要先把它还原成 1进位嘛 所以128是相当于1进位的0.5 小数我们就 省略掉了 所以可能会大概有正负2的左右的那个差距 所以 小数我们先省略掉 32呢把它还原成 255进位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小算盘 算一下 32 除以255 会等于0.125 写0.12就好 一样小数点我们把它省略 所以可能最终运算出来的效果会有 正负2左右的误差啦 好我们套路这个运算是 1减掉 1减A 乘以 1减 B 会等于 1减掉 1减A A是多少 0.5 乘以 1减B B是多少 0.12 好那会变成多少 1减掉 0.5 乘以 0.88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会变成1减掉 0.44 减下来会是多少 会变成0.56 0.56要再还原成255进位 那一样把 小算盘叫出来 255 乘以 0.56 6 大约会是 大约会是143 143 OK那我们实际上把 A的这个 图层纹模式改变成 绿色 这是正常 这是绿色 稍稍提亮了 那我们吸一下 他的 颜色 洗好了 打开一下 看他数字 会是144 144 144 大约是143 左右 好 那就大家就可以理解这个 图层纹合模式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这个算式背起来 没有关系 但至少你要理解 把这个图 理解了 蓝色的这条线呢 是原始 颜色他色阶分布的情况 但当我们套入 绿色图层纹合模式之后 他会整个提亮 那提亮的效果呢 中间色会提亮 比较多 亮部跟暗部呢 会提亮的比较少 我们可以稍微跟 之前用过的线性加量 做一个比较 线性加量的图是 混合前 色彩分布的情况 色阶分布的情况 那一旦你套入 线性加量图层纹合模式之后 你可以看到 中间色跟亮部 提亮的程度是蛮高的 那暗部提亮的程度是比较少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中间色跟暗部 提亮的程度是比较高 提亮的效果是比较好 记得 把它套入 线性加量的图层纹合模式 OK 那这个教程就到 这边结束了 我们再看一次 修图完的效果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